剛剛宋鴻田先生好像有 你是贈送的嘛 贈送的廟名 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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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種注目喔 其實是送今天很難得的一些經典的攝影照片 他今天人在現場 簽名福利 簽名是福利 不能加錢喔 如果要買書的話 那我們這裡今天會送大家這本書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這本書 這本書是五月份出的 那我們基金會有贊助 那這本書呢 是講透過立島的一隻小皮筋來演變成繪本 那後面也有一個DVD 那裡面好像也有一個說明 有一個介紹 因為基本上繪本它是給小孩子看的 所以它跟歷史事實或時間 可能沒有那麼直接密切 但是這個是一個真實故事演化 這隻小地形現在在立島 曾經已經展出 他如果說這個是國寶 我覺得真的是國寶 因為在立島那種沒有任何的東西之言 古靈年代的時候可以在立島 一年的時間做出一隻小天井 所有的琴聲呢都是船的會傳 拆下來 然後呢 你去筆喔 脖子啊 琴的脖子是怎麼來的 低到北 回去的低到北 可以蓋 然後弦呢 那只有顯是因為台灣有機器過來 比如說收音機 那時候的電器之類有繞線 就從那些線人都拆開來 或者是會傳裡面的一些電器 那我們知道琴有五條線嘛 那有的線是單線就是一條線 有的線要繞線 那怎麼去繞 這個實際的事情是很有趣的 就是 這一位在立島將近15年的國庭上 叫做陳曼委他還在 那他這十幾年來跟我們一起呢 為立島新潔運機的重建 做很多事 那其實這個故事已經六十幾年前發生了 那故事被挖掘 登在報紙的前版 也已經十幾年了 那到了三年前這位姓家衛 他是台南的女生 那就是把他寫成繪本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覺得說 不自在 不只在台南政人論 可是 從正常所做的事 引發我們去做一些事 讓小朋友也有機會 去結束這些早期的歷史 那那個不是只有 人不是只有活在意志形態裡面 或政治意識裡面 哪有很多 更多意義要追求 這個是今天會送給大家 另外 那另外 正本 這個也是七月份的時候出的 那這個也都是立島的政治法人物 回來以後寫的 那他是一位 原醫師現在還在台南 85歲 那他其實在 十幾年齡就寫好 然後一再一再改 那一直沒有人幫他出 那我今天比較有一點實驚 我說那正當王基金會 幫我出 好不好 那正當王基金會 是什麼樣的基金會 正當王是什麼樣的人 我立場也都知道 所以他也很對於 給我們來出 那你們看了以後就會 多認識一點 50年代百色恐怖的一個 醫學院還沒有畢業 為什麼被抓 為什麼被關了那麼久 為什麼又從立島送到小溜球 就這樣一個故事 我們知道千千百百個 歐巴桑 他們到底怎麼樣度過那個白色恐怖 其實我們的書很少 不要說在教科書裡面 那教科書也不可能把這本書 全部納入吧 所以我想民主時代就有正好處 因為他們 今天有比較多的民主 不過因為正當王 那我們就有責任 來讓大家了解過去的歷史 那這本書 紅雅有在賣 對 紅雅有在賣 雖然我不是作者 我也可以簽名票簽 我只幫他出了 所以我有寫一個前言 一個後記 其實他的家族故事就很有趣 因為他是他父親 所以我常常說說 講台語的 自稱他是中國人的父親人 講台語的父親人 自稱他是中國人 因為他小時候有中國經驗 就小學的時候 所以那個情感我們不能忽視 我們有必要去否定 他說他的寫書 是用五花肉式的國語 什麼叫五花肉 三種很好吃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這樣 如果他的寫書 你如果沒辦法學 都學不好 所以小時候 你中國 福建 有歷史 但是歷史 歷史 在那個環境裡面 不是主流 雖然是已經 不見到之後 也被日本佔領 這裡面又會牽扯到這種 為什麼這樣的人 在日劇時代 可以這樣子兩邊生活 這很有趣 你看他背後的那些過程 所以他在小時候 日語學不好 他家裡講的文語當然就是台語 因為故鄉人 戰後回來台灣讀中學 跟不上 日語跟不上 跟著撇撇撞 所以日語又沒有學好 欸 打上台大以後戰爭開始了 去當學徒兵 所以戰爭以後 當然那個國語又變成不一樣的國語 日語要變成北極語 可是那個北極語 或者是我們的國語 他也沒辦法學啊 因為經過228 經過藍色恐怖 他說他的國語日度有的 你日度有的 我說就語言這件事變成了字 對這本書來講 就再我來看 它就有產生一定的價格 這只是就不是就內行 就那個書寫形式 那這是兩端的不同的書寫 這是作者自己本身寫 這個是作者製作的小提琴 那這兩位呢 袁先生跟陳先生兩位也是在立島很好的朋友 袁先生家裡甚至有一戶 陳先生還不好送給他 那就掛在他的書寫 那這種的感情我剛剛給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這次有 沒有 你只要問他一個祕密 他竟然沒有回答 好 我想 欸 老闆 這本書 我要替你推銷就對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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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叫很多 我可以幫你學 我可以幫你學 沒有買家裡 事情就對了 如果想要退貨就快點 我們 我們 我們下個月可能還會知道 已經進入 可以進入美党 會 整理出五個 五位 女性的政治派 你看看那五位人生 一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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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的遺書 就是那個書信 應該叫做 él 育中下書 這個都是長年去做 然後發解出來 但要出版也要等到一個四方十二 那廣告出版 二雅文都走了 何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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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那只能 Arrow一下 他家藝人我 我愛一個同學 他家的故事我都知道 你幾歲 我幾歲 我幾歲行人沒管 沒有沒有有關的 我們要請問你林小姐嗎 不是你媽媽 她跟我阿姨是 她們兩個夫妻都是同學 我阿姨跟妳同學 我等一下跟你講明文 我拜託妳一件事 我阿姨現在在嘉義 可以馬上找她 不用馬上找啦 不 因為我阿姨出台北啦 不要啦 我要講一點故事給妳聽 郭富翔先生他也是我第一次十幾年前去立朝 跟我們一起去立島的政治犯署 我就是要請教 所以呢 她過身後 我就去台南去英國國手 她教學了 她問我 她老師有人要學校文嗎 當然也都不買 問過三位少年老師大家都不買 大家大家都很親切 我們沒有人都很親切 我說阿 這樣我帶妳來找什麼 所以我三位老師以後就是找校長 校長說學校文不知道 其實校長不知道 我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 學校就知道了 學校就知道了 前面那三個老師呢 葉石刀是誰的 我本來要找她來這邊講嘛 還沒有講那個組合 她今年組合 對 那歐陽先生呢 我幫她我幫她編那個紀念籍 沒有幾本 你可以上網看 我們在2011日老和平對話 你是在教學怎麼跟你上網 2011日老和平對話 譬如她整個紀念籍的人 她的方式 我有人要我可以嗎 不是 我現在是這樣子 現在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任務 這個沒有人在那裡做 那她的女兒 你現在有沒有跟她們聯絡 我覺得她女兒那種心酸 她女兒我有聯絡 我們可能會想辦法幫她出一個傳記 因為外漢吾也是這邊嘉義的出身 她為什麼到台南養文國小教書 這個名我也不知道 我阿姨應該會知道 所以我要拜託妳就是這個意思 我來接受那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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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幼在這裡 我來接受那一課 我來也住中山 因為要幫一個人寫傳記 他已經走了 那個都是很厲害的事情 都有點難不及 二字你真的都 那都是你 我們都會去查訪 沒有理查 他們真的 他媽 太太 我都照片我有可以提供 好 他們有照 我跟他們照很多照片 不過一件事就是 遺憾來了以後才能做 不要緊啦 當然沒有關係 那我是說 你剛剛提到衛杨 我就提到說 要去永和國小 無幾部 兩個老師都沒有資料 你就知道我們的教育裡面 並不太去重視 過去的 過去這麼重要的 一個國小裡面有一個畫家 一個文學家 哇 這台去日本不定了 搞不好兩個人都在學校裡面有紀念室或紀念館 對不對 但是學校裡面沒有記錄 我剛才校長翻了一大堆紀念書 翻到其中 我不知道哪一頁 我不知道的 有一頁 剛好說離職老師的名單 我看一看 也蠻高興的 還好有找到他們的名字 離職教育院裡面有月十八 也有欧阳文 當然也有欧阳文牽涉到為什麼他被抓的相關人士 為什麼我有辦法這樣子去判斷 是因為我們現在國家的檔案很多 過去的白色恐怖的紀錄檔案很多出來了 但是也有很多家屬也沒有去申請 那我們從檔案裡面看到一些名字 原來歐里桑就是找一個老師介紹去英國國修 英國國修進場是不是二十八有什麼關係 你像歐陽文說他是二十八 什麼是二十八 意思說他的受害是228 但是我看應該也不是很多人 228他雖然在嘉義有差異讓我很深層 嘉義的情況還沒有讓他把他抓走 或者是去關幾個業或者去問案都沒有 那他之後有逃亡 郭昌先生有逃亡 逃亡可能因為這樣的因素 好朋友介紹他是去永無國想 頂替他一個好朋友 那個好朋友被講的叫做楊熙文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個故事就是說 其實很多我們都不知道也不了解 甚至也沒有那個想法想去了解 那我就跟英國國修的學長說 我說這兩個故事 你應該好好把他的資料購出來 購得太高尚 這是給學生最好的一個禮物嘛 然後 他太太的功夫真的不要發表出來 歐陽先生我跟他採訪過 他有說到其實統甘就是 雖然人家在哪有逃亡 但是有在這裡有在睡 但是他太太在台灣 要逃亡的孩子 日子怎麼過 日子都不來 靠那個書信 其實都有限制 寫的有限 他就要檢查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台灣的女人真的是 難得那麼多被關 但是我們不過統計了一下 女生大概有幾百個 因為他後來死 他太太死了 後來我阿姨還多同學 還講 所以我拜託你 所以我們就這個事情 之後才再多一點交換意見 好 那 月少這兩個本書 主要就是說 鄧南龍一樣 鄧南龍到底做了什麼大事 為什麼一定要制服 我想從影片看一次還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 現在還在看 那我以前也是買雜誌的讀者 我跟他也不認識 那也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阿姨還在做董事兼執行長 我想他對我有一定能講 譬如說他是我成大的學長 但是我們沒有見過面 也同在一個社團裡面 也沒有見過面 但是呢 我整理他的那個資料之後 紀念版的資料 我好像先說 那大學的事情 那我就英雄一個人 英雄這樣 英雄這樣 英雄抓的怪就是什麼 你知道 事情也有就不用講 但我只講時間 1984年 創辦自由時代雜誌之後 不斷的在挑戰 當時社會的經濟 尤其是 國民黨 黨政經 你現在看了一個 通通在挑戰 那這個雜誌呢 我們已經數會好好 或許就是今年底 或許是明年 會整個公開 大家可以研究 好 持續進入1986年 那去突破戒嚴 你沒有突破戒嚴 我想這兩本書 也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可能大家也不可能在這裡忌諱 所以認識這兩本書 就是知道說 突破戒嚴有多重要 不是把經濟打破以外 我們現在更重要的認識 就是要認識那個戒嚴時代 我到底在戒嚴時代 有沒有長大 怎麼長大 那86年 519的突破戒嚴這個行動 在我來看 是石破天津 因為 你現在回顧 後面一段一段的事情 他在1986年 5月19號發動反戒嚴運動 之後沒有多久 因為偉邦案 他是雜誌社的負責人 被抓去關了八個月 剛剛齊蘭姐有講 87年的一夜 初一 馬上想到228、40年 那也都不得了 聽他 運用他的著事 開始又召集幾多人 甚至把辦公室移到更大的地方 自己出錢出力 在家裡頭 你知道說在戒嚴時期 前國去遊行 或是前省去遊行 或是前台灣去遊行 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誰敢這樣做 所以86年突破戒嚴 到隔年為什麼會戒嚴 那這個有時候歷史的發展 不一定我們可以去掌控 但是我們來回顧正常 我們就知道 他在戒嚴的前後 做了很重要的事 戒嚴前突破戒嚴這個行動 戒嚴前突破歷史的禁忌 平凡發達 這樣子我們的言論 才有辦法被打開 要走贏 再慢慢地調 說不定恐懼還在 但是已經比較不怕 87年的9月18日民進黨成立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把正常種梗 其實這個還要更持續地去分析說明 但是不管怎麼說 86年87年到7月15號解除戒 國安法制定 88年又做了什麼事 那個都有歷史背景 因為白色恐怖很多獨派的受難者 馬上在解嚴之後成立團體 國民黨說要抓人 因為裡面張成寫說本會贊成台灣獨立 所以那個蔡喜案就是這樣來 所以蔡喜案一發生以後 馬上雜誌社又開始運動 就有所謂的新國家 聲嚴蔡喜的運動 之後有新國家運動 所以這已經到1988年了 88年底刊登新憲法 變成了一個他必須面對人生的抉擇 所以剛才應該是不對 1988年12月10號那一期 不是254期好像 1988年12月10號刊登許世凱的台灣共和國欠多少 那你現在把它回顧 這個成績比一三個 那個禁忌已經到了上限 連憲法的討論都被提出來了 那國民黨當然會被報接受 那今天如果說 我們把焦點都放在鄭當農史 可能還要更看到鄭當農生前 尤其那幾年 前五六年做了些什麼 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有什麼影響 因為89年之後 他4月7號自衛 5月19號的商禮之後 他才警覺到說 有這樣的人犧牲 台灣的社會還是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他為什麼用潘昂文案要抓鄭當農 不是已經解嚴了嗎 但是國安法還在 所以情法一百條也沒有改 情法一百條大家可以上網查 沒有改之前就是你說話可以有罪 看你說什麼話 分裂國學就是罪 善善共產主義也是罪 都是叛亂 那一直到911年和92年 情法一百條修正以後 就是言論判詐無罪 有武力或行動或暴力 才是有補合行法的那個暴力寫破的判斷 但這個之後其實台灣整個就打開了 有黑名單也解除了 所以這一連算 我剛剛講的這一連算 其實就是我們看到正常總署做的事情 造成今天台灣的言論大開 反而不是說只有言論自由這四個字 可以去強調而已 我們可能要看到鄭大龍去生 最後的這五六年十年所做的一切 對台灣今天的影響還在 甚至他是一個指標在那裡 我們怎麼樣去反看今天的問題 那就可以帶來我們一些多方 或者不同角度的討論 我幫到一個中國學生來我們紀念館 一個校我不走 我來跟他談一下話 那個小孩要跟他說 我說我回去做什麼 我說他已經有問題在 回去做什麼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十幾億人口 一個學生來台灣交完學生 回去做什麼 他跟你說難道我要像他這樣子嗎 我說同學修大藥等一下 今天我們來這個地方 雖然是正常總署的地點 衝擊很大 但是我們可能要去看到 他在生前做了什麼 為了什麼做這樣的解體學 做這樣的選擇 那他可以帶給你什麼樣的意義 如果那個意義對你繼續活下去 有真正的動力 那個才是你來紀念館的收穫 而不是你在一種沒有真正清楚的結定之下 結定你的生命要不要繼續 那這樣子這個紀念館就不夠值得你來看 我大概是這樣跟他講 那怎麼會這樣 不能再講下去 鐵媽媽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我不知道 因為上次看那個靈異小 對他做什麼 鐵媽媽應該還好吧 就是做輪椅啦 你看他活得那麼快 他一定會可以活很久 這個是平衡嗎 講到鐵媽媽那一支片子 很多年輕人知道正男老 竟然是從confinitude去認識正男老 所以你說其他教科書寫嗎 不必了 其他我們今天自己努力 更重要 那怎麼去做 就是我們也需要你們的鼓勵 需要你們的 說不定是贊助也不一定 因為所有的基金會都是靠社會的監柱 能夠去贊助這些也是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也有一些監管辦法 我的書包也是監管辦法 還有嗎 沒有了嗎 現在都變成題材了 好 我們現在發問時間好不好 對書啦 對老師的教案啊 對鄭安隆的影片啊 不好意思我說話得那麼快啊 因為看著時間一直過去 現在是幾年 8點 5時幾 5時幾 我是覺得 你先講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剛才裡面有一位 我忘記是影片中 他說 我們不要只是把鄭南龍先生 當神話人 而是說 我們是不是台灣人民 願意覺醒 願意 不被 不被洗腦 願意發聲 而不是當沈默的大眾 然後 然後 像今天 我看到 他 這樣子 自焚犧牲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才是 這種死法 才是值得 才是值得 我們去死的 就是 你像蘇格拉底 或像耶穌 他們其實都算是自殺 他們 為了一個某個理念 而卸出生命 我覺得 這個才不是 才是真的有活著的意義啦 謝謝 好 這一位 周堅是跟我一起 我們今天坐 宋堅的車椅子搭下來 把車下來 那他是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接他 他就講話 剛剛看到那段我很差異 哪一段 就是那個 剛才有提到 初一人講的那段話 我 當時我們都當時人 就有很多同學 我很差異 真的很差異 非常差異 我們那時候根本沒有神話 正男龍嘛 他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我真的不懂 沒有人神話 正男龍 沒有 不可能神話 不像長龍正這樣神話 不可能事情 對不對 不可能嘛 也沒有人 契徒去神話他 好 那怎麼會 有些人都會講這種話 我真的 真的 想不懂耶 所以我想那個 裡面也不完全是 可以 挑戰的 我現在從另外一個 找到來分享 我因為我們這次的展覽之後 覺得說這麼多照片 很多攝影師家一起提供 其實是我看到 我幫過很多展覽 這一類的 最豐富 最可觀的一次 我們把將近上千張的照片 集合起來 都跟正男龍生前所做的事情 正在編圖文書 可是你知道我們要編攝影書 你如果不讓讀者了解 事件的過去 我剛剛講的 86878889 到底發生什麼事 讀者只看照片 讀不進去 所以我們也正在 我再回頭看 我們的館 管的工作 連人也做了很多工作 去看舊雜誌 去把它找出來 可是 到底讀者 做得到什麼 成功能就讓大家做 那就是我們要下工作 所以我剛好也在重新看了 我們上半年 在拜託展場的時候 有三些座檯 剛剛裡面有 黃昭凱、林中正 我們有邀他們去座檯 你們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再看 那 我是要把它整理成文字 那個林中正也講到一段話 我覺得蠻有趣 他說曾經有人問他 你跟正男龍 走一走路 都要做運動 到底你們兩個都在工作 因為攝影的鏡頭看到都沒有講話 所以大家已經是熱誤了 那 林牧師呢 回答了幾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參考 他把他跟鄭安龍的對話 一個方向 因為當時都在運動 那怎麼樣把社會運動的品質 再提高 他們得到了五項結論 一項 林牧師在說話 我們是創造性的少數 我們是創造性的少數 剛剛這個講法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有關人權工作其實都是創造性的少數 突破經濟也是 整個社會 你看不滿意的很多地方 大家都走過去那些事 就你有事很奇怪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那創造性的少數可以給你參考一下 他提到說 當我是創造性的少數的時候 我也要想到 我要兼負更大的責任 哇這個講法就更重了 當你是創造性的少數 你不是 你不是先鋒也不是神話 或者是英雄 你是要更謙卑的去承擔更多責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說 當我們在做第一 想到第一件 我們少數的時候 我們通常也更清楚 我們是為了公義而受苦 所以你要承擔 而不是去享樂 那只有這樣子 你才會更看清楚正義是非善惡 當然這個有點進入哲學的看法 討論 我想這個都是原則性的說法 第三點 永遠以被壓迫者站在一起 或永遠看到弱勢者的怎麼生活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是一天上班 不會看到什麼弱勢的 眼睛所看到的都是自己 或是自己今天想要解決的問題 今天想要做人 晚上要去幹嘛 去約會 那第四個就是 社會運動裡面的各種難民 應該要互相結盟 結盟以外 什麼叫結盟 就是你的主人可以讓我還有 你的外主人讓我還有 那你牧師更用的一個說法 我聽得更震撼 你的生命還是要我們有完全 我的生命還是要你用 所以他接下去擠的例子就是 政官統在1月13號說我不離開雜誌社 大家有所務雜誌社的一些黨工或志工在講話對不對 每天24小時都有輪流在那邊 在裡面在外面 這個就可以感受到剛剛前面的四點 那林牧師很厲害 他用這樣子的例子來加講前面四點 他說如果這四點和解來看 其實他就是 他因為是一個張曉教會的牧師 他說這四點看起來就是 基督教裡面一直在講的精神 那他又轉到台灣的現況跟政治議題上 政官統最後推動新國家運動新線環運動 都是站在一個騰騎台灣的未來 怎麼樣會更好 採取會暴力的行動去推動新國家新線環運動 到這裡為止 這五點都講清楚 可是我們看看 到15年以後 我們已經多久沒有討論那個 現環到底是不是 同學們你們有讀過現環嗎 學校有沒有教過現環 公民課 有提到 提到而已 那如果現在上網很容易 我們從現環第一條開始看 第二條看兩條就好了 兩條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跟你的現實生活 跟你的想像 是不是有什麼不懂 這個是可能我們基金會 明年想要做的主題 雖然是憲法大題目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你生活中 尤其憲法的後半部 跟國家成立的目的 政府成立的目的 是為了人民的潛意的保障 那我們的憲法常常只在教什麼 教政府制度 教人民的潛意跟義務 可是我們要重視的是 後面比較講人民的潛意 那如果人民有潛意 就有責任去承擔義務 那這個部分是 我們還在想 也許你們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回答問題 回答過場 來下一個問題 你們是哪個學校 新聞啊高中 高中 高中 你們怎麼會來 第一次做多次 分到高中間 要採訪 要採訪 採訪 採訪 要出校館 要出校館 歡迎來台北參觀正安房租館 我們現在最缺學生來 這位 你貴誰 他在留 你貴誰 他在留 他在留 大概兩個部分 如果我在看秋葉龍那一段 我都曾有看 所以 不是正安房租館 是他走了以後 就是周遭的那個營造 這個其實也不關乎正安房 就整個台灣在這個有民主過程當中 其實上次一降工程完股 所以我們都只看到那個亮眼的星星 所以像剛剛也有講到那個 詹奕化 其實詹奕化 其實我們很少人會去紀念詹奕化 那詹奕化也是這兩三年地方的 開始覺得說 對 其實今天台灣 你要說人團 要站在鼻鼻 站在鼻鼻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出雙一方 人群也好 或是人群也好 就是說 當這些人 包括培民免也好 這些人站在一個危機的時尊 其實我們站在二十年 我都覺得 這些人先是驚訝 在威風順 二十五天來 我相信 你可能第一次用你的主委 去檢查 要去全台灣 去看這個經濟的東西 或是報告說 NGO當時 在撒台灣 這些工匯的時候 到底這些 這些 我們說 大陶營 到底向這些公民 做一個 互動的過程當中 要怎麼帶起 台灣的真正的民主 這其實都是 把我們很沉上去思考 那不 其實台灣的 那個 政治改革已經有一個改革 現在是說 消費民主 這個部分 但我們這段 真的嚇到 不夠 不夠清炒 所以現在是 專門 政治不成的部分 所以 我是要描述說 其實我不這麼認同 小藝人 甚至 不是像你說 誰要去刑我 誰 就是說 其實 它是有行 它被刑塑成為一個造神運動 你不要給我看 我想說 我有要討論這個房子嗎 不是 這個房子 我說 我看街營鋼 我還要找到房子 我很好 不是 我管傳播 我們很熟的朋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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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這段 我看過幾個房子 我再說 我再說 三義法 跟著他們後面屁股毛 那個人 那家庭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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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現在跟你們講 說其實台灣有一群人 其實只以為走在前面 走在前面 駐為躺 要正面 正面在台北半了 最貫登鏢 正存二兩三百的 所以開始群人有一些沒地息的 沒地息的 我沒地息 沒地息的 從頭到尾做義工的 現在沒人累 鄰房得炸香腸 不然會被他被移血 沒辦法吵 現在人家在抗議 在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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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少年孩子 諷刺說 你不要偏便當你 其實我覺得台灣 在充滿了很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很煩 所以說 老闆說有很奇怪 那時候 我們沒有人要照神 沒有人要照神 只是很傷痛而已 他怎麼突然冒出那句話出來 我以為沒有 我們現在議題可以轉換一下 來來來 我現在有台詞 歷史的事情 一來一天我再長 所以這不是這個 不能像這個 這樣我們看師傭 我以為這樣 這要不要 在以外其實是我們這家 是不是 我以為有機會嗎 我跟你的東西說不完 妳要說嗎 還不完 對 我說不完 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 一個部份 另外一個部份 另外一個部份 是因為我都覺得 人權 就是我們 陶老師說 人權是要對自己做氣 當我受到無公平的台幣 想到在我這個環境 發現人權的問題的時候 我是怎麼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 第一次要請教 陶老師 就是說 你在學校的教育 規定當中 你有發見什麼 就是說 聽做一個老師 你有覺得 那些 很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當你 你像 你會覺得不舒服嗎 其實有時候 人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就是說 我開始覺得不舒服 那為什麼是這樣 那為什麼限制我這樣 我有完全配偶的義務 還是有 所以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 即使抗議 不再去平台頭 農委那個社會的勤勤 對 老師 全國 他們很困難 台灣這個媽政府 就馬上 禮拜五就 那你們會 會想念這件事情嗎 那學校會打壓這樣的事情嗎 那你們怎麼樣 跟學生去代情 這樣的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就 前面 你怎麼來兩個 我自己的 那兩個 沒有人不能講的問題 不是 第一個就是 他的人權 對 我自己 鄭杰老師不在乎 保護他自己的關係 他自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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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保護他自己的關係 我們問問一下 我們夾雜的分架 我們夾雜的分架 好 是 那我就就我的認知 這個問題去做回答 因為剛剛林老師有跟我講說 928你們打算做什麼 那其實啊 我們也是覺得說 其實這位老師的我 都會問 剛剛問我說 你要不要去霸交 我說霸交是絕對 我不會去做的事 我今天要去當老師 也就是充分去尊重 原則受教權 我不會因為去抗議政府 然後把我的小孩 就丟在那邊 我不會管 那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採取的行動是 我們大概前一陣子吧 大概是9月幾號的時候 我們就突然想起說 我們大家都要來穿 一件黑色的T恤 那好像是屏東有一個老師 就設計了一個 露油 露油的一個 一個Logo 然後呢 就去印在那個黑色的T恤上面 就在正面 什麼露油 政府的沉浸露油 政府的沉浸露油 這幾個禮 這兩個禮拜新聞進出現都是 因為其實政府都一直說 磕稅磕稅這件事 我們從來不反對磕稅 那但是磕稅之後 你必須把稅去改善我們真正的教育環境 那這樣對大家才有利嘛 我覺得磕稅這件事 對我們來講我們不是不磕嘛 是你本來就沒有要磕這樣子嘛 那但是你就開出了一些條件 通常都是這樣 選前開一對條件嘛 啊選貨就是 反正這種事你們 大概就是沉默的大眾 你們 因為以前 鍾小學老師就是被政府喊著走的人嘛 沒有人要去做選貨工作 那就你們去吧 沒有人要幹嘛 站路口你們去吧 什麼沒有人講你們就去吧 我們永遠就是 好為了學生我們去 為了誰我去 一直這樣子去 去到後來的時候發現不行 政府不可以這樣子帶頭這樣 亂開支票 那不重視大家權利 那我們就決定 我們也不霸交 我們還是回來堅守自己的崗位 欸剛剛好像有一個人說什麼 老師要死在講台上 不要這麼被罩 但是我一定會在我沒退休之前 我一定會堅守我的講台 我的崗位 是我們那天就是 我前一陣子我們就是 就一個一個去問 你要不要買T 你要不要買經驗T 我就真的一個一個去問 請問你們學校有多少 我們學校是100多個 不過有很多代課老師 那去賣出幾件 賣出幾件 其實老師是很害羞的 我們總共有39個人買了 就是說要穿那件T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你不好意思穿那件T出去 你就穿黑色的衣服 那所以呢 那個學校總他們就幫我們設計的那個貼紙 我不知道今天會談到這個議題 不然我都可以蓋了 因為我手邊都有 我們打算明天要去發 然後如果你是穿黑色衣服 就把那一張去貼在身上就好了 因為其實老師真的是 好像在教室裡面是網火去教很多東西 可是你要他出來去爭自己的權利 他們都說不好意思啦 這個我們過得還不錯之類的 那但是如果這個東西會去影響到學生 我們會生氣 舉個例子來講 就學生就明明很多 你就是不要聘這次老師 你一直聘那一課 你一直聘那個零時 什麼一小時誰來誰來這樣子 那其實學生的權力就不見了 那所以我們是選擇做這樣的一個 模式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所以這是我們後天要做的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終於站出來 沒有沒有我們只是在校園裡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短年生在台灣 就是我們 其實看新聞也有多指標 最近來韓國我們可能要出一下新聞 韓國不勝進的女兒是 一定要一直往下滑 那相對的雖然網路上 也在發佈一個聯署 希望台灣這邊也讓他們知道 那這個很有趣喔 他們不是講韓國健身運動嗎 這真的很容易 那那個是不是 人會覺得奇怪 你怎麼說韓國 其實韓國和台灣的小運動 集體運動 差不多同一個事件 而且韓國為什麼要聯署那個人 就是韓國的光州事件 被他們一個法院的院長 完全把它顛倒的說完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韓國已經走給我們更快 對理事務的一種反省或檢討 甚至有轉型正義裡面的真相 你不要找人 不好意思 現在阿伯 台灣所有 我有寫過文章 你也可以看背後的 台灣所有的轉型正義機制裡面 只有應該是培長文字 其他什麼審判啊 特色啊 公務體系 包括司法人員的整組 都沒有 你知道東歐捷克做到什麼程度呢 所有的在前共黨執行的官員 通通清除 所以你的叫什麼 叫進化政策 那什麼樣子的條件 什麼樣的文化力量 讓這個社會能夠這樣做 而且因為這樣做 你會引起很大風波 有有人會站在這個對立的議長 來跟你抗爭 那這些台灣通通 五項通通 四項沒有做 一項做一半 那台灣這是什麼社會 是 是不是值得再檢討 或者是說有沒有磁感的社會 你不難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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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樣子 因為 我讀了一些資料 我發現說 我們台灣好像變成全世界一個 轉型正義的特例 連那個21世紀成立的國家 現在都在真正在進行轉型正義 那個有澳洲 有美國 有聯合國 這些勢力介入 他們正在進行轉型正義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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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麼人 還什麼人 今天有好過 這話狀情做 柬埔寨在資檢時代 的審判 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打翻什麼時候還是審判 不要說要追究責任 都沒有 還要審判 甚至說 只要提到兩角 就轉身兩極 很討論 那這樣的社會 當然表面上平和 但是呢 心中都有放著塊石頭 沒有拿出來 沒有把它清出來 什麼時候可以清出來 當然 國際社會上 台灣沒有地位 這是可能 大家都不去注意的意思 因為只要你是聯合國會員 你就有責任 對 針對 你在民主化過程中 必須進行 程度輕鬆的肯定 這一種機制 不然的話 你的國會一直盯著你 那台灣通常不用被盯 而且要靠誰來盯 我想真的就是 如剛剛那老師所講 我們要建立真正的公民社會 如果 台灣有很多公民團體 在很多議題 可以如我剛剛講的 結盟起來 老師現在站出來 我們其他學生也可以站出來 不是老師也可以站出來 我以前的老師 或是現在的老師 家長的老師 對 你們要上台北 當然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們要在學校上 照樣教 但是穿T恤 最後的決定是這樣子 不是9月28要上台北 沒有沒有 全國遍地瘋我 對 採取不同的抗爭情緒 接下來 請提問 他有15分鐘 所以要不要提問一下 對 他是 就是之前 一開始有講到就是 講到有打恐嚇電話 就是我覺得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不用拍我沒關係 就 對 像我這個舉動 就會 很多人面對鏡頭 還是面對什麼 我覺得就是 從那時候到現在 人人心中還有一個小景種 就是 我不知道 像這種東西就是 像最後一天之前 在三樓嘛 但是四樓已經住滿了 調查局 那像這種東西到現在 是不是還存留著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回答 沒有辦法回答 就像 老師你們之前有沒有就是接過類似的 可以說一下那時候的狀況是怎樣 我是沒有接過 但是因為我參與立島園區 做了很多採訪 有受看者也跟我提醒 欸 周千宇 你怎麼在做 你狗肌怎麼不用很注意 我會注意 但是你就是要克服你自己 你要有因應 那個生命交官都有因應 那你這個沒有生命交官 你可以稍微因應一下 因為 回上提醒你 不過目前為止沒有 怎麼克服恐懼 我想 不是只有白色恐怖會有恐懼 人類生出來就一定會有恐懼 多少 或者你跟不同的人相處 陌生的環境 那怎麼樣克服恐懼 我現在看我們的歷史經驗還蠻寶貴的 那這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或228的家屬 他們怎麼樣走出來 這個都是我們本土很重要的經驗 對 我是說 現在也不是說恐懼 大家就可能會覺得現在社會就是可以自由發言 但是 都會有一個顧慮就是說 做這個事可能對自己的前途不好 還是 會怎麼怎麼怎麼不好 會有這個疑慮這樣 那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型態 或什麼樣的方法去克服這個困難這樣 或者就是簡單的說 我就試一試講講話 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這樣 我看那個黃小書墊這麼多書 一定有一本書可以墊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這我想一下我的經驗 好 往哪塞到那裡 你可以拍 是吧 把握時間到三分鐘 不要害怕 那個恐懼都是人家製造 你自己心裡不恐懼 其實都一點都不恐懼 不要害怕 其實那根本不可能 像他這個社會 至少氣死那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 我們那時候就這樣那個時候 真的有點恐懼 但是那恐懼不是 怎麼樣 自己笑自己更厲害 那現在呢其實 他沒有這麼大的能量 能夠讓我們怎麼樣 只是我們自己 被周圍人講講講講 還我們自己害怕而已 其實沒關係不要怕 是不是不要怕 我只能告訴你我的經驗一下 然後一會鐘可以 我算是在《正安農雜誌》 大概兩三年 從1989一直到 從1989到1989到1989 就說 整個過程 多想呈現一下 這本書可以 記錄那個年代的 很多的一切都運動的照片 那我算走過那個年代 也參與的那個年代 就是說 你說那時候 那時候都在第一線 我們就在記嘛 前面拍的 那你說會怕嗎 其實 那時候 我們要不要怕 那我曾經 因為 雜誌電話的時候 你說 你就從那裡拍照去 就跟你打拍照 他們叫我怕事 你一個人就進去了 他就說 你趕出去 你趕出去 然後 他有一個電話 就叫你去立島採訪 就跑到立島去 就被八字槍壓著 其實就是說 那樣子 是說猛大 就好啦 你說你有一個信念 嗯 你對股口味道不一樣 對股口味道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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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站到這裡 你看我 你搞什麼 你搞一下十一的幾號在紅 這球真一最 十一的幾號在紅 十一的一名 十一的一名 我們說一下 新一時代 有一群人是最最最最最最怕的 叫做西安山的那些 這裡面有只有陳柯熹 只有兩張 我隨便念一下他的裡面的內容 關二的蔣家王朝必遭天殊地滅 這個我看到的都還不是最衝的喔 他直接詛咒蔣經國 蔣經國那時候還活的啊 直接詛咒蔣經國 那他說蔣經國要搶他那一塊風水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們說的啊 沒有沒有 結果他們也沒事啊 他們都沒事 他們有事是之前那時候在喜安山上看到 那個警察一直把他們趕下來 趁他們在台北上街的時候 警察不敢動他們 其實反而是民進黨跟著他們後面跑 當作掩護 因為他們是在太可怕 他們跟這個標語 他為什麼警察不能弄來 因為准夾人比較一拚啊 是啊 用牙齒啊 那時候最衝對什麼 民不畏實 市長我可以跟他分享兩句話嗎 第一個 這些賢拜 如果都沒有死 你就不會死了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對啊 對啊 包括我們這些 1988 對 沒死的 你現在要死都很困難 所以現在只有鬥士沒有劣勢 第二個 就是說你自己一定要有立身之道 你不要去摸摸 就是說當人家都拿什麼都拿出來 我可以成功 這樣就是真的 謝謝 你幾年次了 72 72 1988 這次那個 環旺中的那個總代理 呵呵 打開外面 總召集 喔 不過 因為這裡 帝了會不會 你跟我這個啊 我這個情話 對對對 謝謝 我今天 今天只有看到這個時候 我發現說 奇怪 我們這裡 只有林寶也有提到 我們這次保調 我們自己在那邊 鼓掌拍手 結果傳出去 有旺中的那個廣告 哈哈哈 你知道日本的電視總報導 因為我昨天也同時在開業一家 旺中集團 有漢字 我日文不是特別 旺中集團那個 標語啊 是在船上 那日本呢 推估呢 旺中大概花了 1300萬 啊你爸爸有寫 說他 出500萬的有求 我跟你說 啊這樣就看我下手 總統看我大聲 出哪兒出的 都要 每個大聲 那大腦都這樣 丟臉死的 在這件事情 你不要說煮錢 餘錢都不不了 補充一下 補充 剛剛提到有 不是說 那個 有中國學人問 你說他們怎麼辦 因為我也是經驗的 上一次那個在台北 來個辦 愛惠惠的一個 一個 愛惠惠的一個 大家知道嗎 一個支援的一個 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這次在討論中 有一個 在中國學生也說 請問你們能不能怎麼樣幫助 幫助我們 中國能夠 民主更清楚這樣 知道嗎 沒辦法在中國 哪有辦法 哪有人 那時候 我那時候跟他講 我說 唯一的辦法 回去宣傳 中國採取聯邦制 中國採取聯邦制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是可以給大家贈考 如果 萬一分到中國學生的時候 你用這種方式跟他講 中國唯一只有採取聯邦制的時候 讓他們瓦解掉之後 他們就會危險來玩 真的 什麼叫聯邦制 因為 我很早很早 都沒有很尷尬 很早 不是 阿北聯邦制 不是 節體到的就叫 啪 不是 我們要反擊的 這樣要反擊的 你懂不懂 我很早的時候 我去中國的時候 那個 那個國建有一個官員 很好玩 跟我說 他說 欸 其實喔 我們閩南 從全都閩南 朝都以北 跟你們打完 連成一國就好 其實他們腦袋裡面 也是在講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做這個事 你說梁廣獨立 湖北湖南獨立 四分獨立 你看 變成一個幫 一個國家 再加一個聯邦 也是這樣 我們反擊 讓他們去奔裂掉 欸 你不要這樣 把人家伸高鐵 我們是桌高鐵 我會嗎 其實我還想分享另外一點 就是那個紀錄片裡面說 菩薩心腸 那剛才這一位大姐 他提說 人權侵犯到我們的權力的時候 我記得耶穌說一句話 祂打你的左臉 你右臉也可以把他打 所以 聖乃柔先生 他 他在不傷害任何人的情況下 選擇自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值得尊敬的做法 就是 你如何放下你自己應有的權利 來再為對方著想的時候 我覺得是會帶出更大的社會的核心 謝謝 好 可以結束了 請問了 時間 時間 時間上閃 一樓 大家現在還不走 是因為有書可以嗎 你來講下去 我看他已經在放棄了 車上站長 這樣車上站長 我們快要拍空了 所以要趕快 老闆 請你來做結束 主人啊 主人啊 主人 各位我們看到那個 原來還一直打電話 請那個工作夥伴要打電話去安慰一下 因為我從來沒有那個六點半就開始 大家都抹躲腰 然後 他跟我說 如果沒有人也沒有人 原來他們已經有預期到會很多人 我拚到要死 而且我起點半 現在看不回來 又很老闆 所以我總理 印證一句話 鄭南農文教基金會是 很有希望的 我請鄭南農基金的文文教 鄭南農基金的文文教 鄭南農基金的文文教 是相當強的 哇 這個成立的基金要這麼高 文教就已經有人了 基金會表示這是合同用 所以 他後來都會堵堵堵 把他批車 沒關係 如果你要把 熱經 我覺得大力量 把基金也請你用 如果自己也不適合 這樣不算 那是倒好 你要怎麼 趕緊跟我們聯運交易 和這個 象徵性的這段 總共要去擴展 擴展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老實講 有陶山聯運館 你們那些社群的利益 也要去拿出來 所以學校啊 我老師要開課 他一定沒有 所以我知道 我也是有書房 看電子的 看電子的 看電子 辦活動也不用 買一個錢 但是 後來演講 我問辦事部 辦事部 我們業績都掛臉 上班叫李建廠開到 所以 現在都要收短收短 一來不要肚子餓 後來後面還可以賣到錢 我們就可以生存了 我們來自感謝 謝謝大家